屏東名陽工廠大火過程之中 因為化學物質爆炸 導致重大傷亡 多位的消防隊員也已經殉職了 為了減少類似的意外來發生 台北市消防局呈奧地利 引進新型消防設備 LUF60消防機器人 可以直接射水或是用來泡沫滅火 還能運用水物來降溫 同時兼具排煙的功能 而且體積很小 機動性很高 不但能提高整體的救災效率 還能夠減少人員的損傷 台北市消防局也特別舉辦了 打火演練 要讓消防機器人正式和國人來見面 鋁帶式的行動方式 重量2200公斤 運用涉水泡塔直接涉水可達80公尺 水物射程有60公尺 泡沫噴沉也有70公尺 同時兼具排煙功能 風速每小時可達165公里 體積近9萬立方公尺 它可以搭配水物加風扇的模式 那它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先針對 廠房或者是像隧道來進行一個火場的降溫 那另外也可以做到一個除油槽防護的效果 消防機器人前進火場最前線 用水物降溫 水柱和泡沫也能因應不同火災現場 尤其像是化工廠 隧道或是地下室 都能發揮救災效能 而且遙控距離達到300公尺 搭配紅外線熱險上移 提高救災效率 尤其是在工廠的部分 或者是說在一些特殊的隧道裡面 我們可以發揮機器人的這個功能 讓我們的效能救災更為迅速 而且更為安全 目前國內有兩座LUF60消防機器人 分別在台南和台北服役 台北市選擇放置在福安分隊 因為設置到工廠多 就怕火勢蔓延造成搶救困難 因此優先配置機器人 希望把握救災的黃金時間 記者邱世民 台北報導 過去為了矯正農業時代 劇毒酗酒等生活的陋習 由地方政府成立的改善民俗會 將近30年已經過去了 人事安定人心的重要力量 包括清航獎學金 愛心捐血健診等工藝活動 都可以看見他們的身影 長期關懷落實的台北市大安區民俗委員會 在台灣各地也進行城鄉交流 透過畫面帶您來看看他們在宜蘭縣 圓山鄉捐助物資的情況 可愛的吉祥物水滴娃娃現身 熱烈歡迎大安區公所 與民俗會成員 這一站來到沒有水庫 卻不缺水的宜蘭縣原山鄉 除了做工藝 更來場深度的客家文化之旅 一住清鄉祈求三山國王波比 偏鄉有錢 大安民俗會成員來到當地大湖信仰中心 建廟超過百年的普恩廟 在當地百年傳統禮俗中 獻祭朱陽代表最虔誠的敬意 而為了改念早期來這裡開墾的先民 也因此衍生每年中元節普渡比賽 諸公的盛事 我們原山應該有一萬兩千戶 一半的戶數以上都是客家的二代三代 都是後裔 我們原山有三山國王廟 所以主要的祖廟大致上有九間 在我們的村落 一窺原山鄉的兆安客家風情 與豐富的歷史唐澳 原山鄉公所也邀請客家歷史學者 深入剖析 造福客家鄉裡 民俗會也將特地載運來的 數百份愛心物資 捐贈給需要幫助的原山鄉民 能夠了解到我們真正需要的 我們的若是團體需要什麼 我們就來送什麼 這個樣子可以謝謝我們新生團隊的協助跟幫忙 接著包括我們業務交流 文化交流 還有包括農車產品的推廣 甚至包括我們一些防救帶工作的支持跟協助 我用提忙來帶手 一名里的這個文化 所以我們在台北市 第一次在我家旁邊大安公園就開始做 做到今年是三十五年了 所以大概三五年呢 我把這個原山鄉的鐵牛車 全部用卡車載到台北市政府 我們從台北市政府浩浩蕩蕩蕩的 張登捷才把他開到客家主題公園 從客家主題公園呢 我們又把他開到中東 從中東我們第二天的千人挑戰 從千人挑戰呢 我們又開到主題公園 所以那時候也造成了動作 所以我對這個原山鄉有特別深的一份認識 近二十年來 大安民俗會除了每年辦理春節揮豪 以及愛心捐血見枕等等公益活動 也在全台趴趴灶進行城鄉交流 用最實際的行動送愛到各地 帶來溫暖人心的力量 記者不參與宜蘭採訪報導 重陽節即將到來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關懷協會 特別和大同區錦心裡人壽公司來合作 舉辦陪長者逛賣場的活動 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 讓弱勢長者可以感受到 社會滿滿的溫暖 自公一邊推著推車 一邊帶著長輩下手扶梯 浩浩蕩蕩的來到大賣場 陪伴弱勢長輩採賣 許多老人家早就擬定了需要採買的物品 心情都相當的雀躍 長期陪伴年長者的中華民國老人福利關懷協會 協會除了幫助獨居長者 另外也是全台第一個幫助食荒老人的協會 藉由這項活動呼籲大眾一同關懷這些被遺忘在城市角落的弱勢長輩 讓他們不再孤單 陪阿公阿嬤 換麥茶 享有安心 安穩以及安保的生活 記得曹花唱報導 重陽節即將到來台北市立關渡醫院特別在一樓大廳舉辦 健康房地預防機少症的活動 讓長輩們可以透過體感遊戲 信念激勵和手眼協調 還請來營養師來針對健康飲食和生活習慣進行餵養 希望讓長輩們可以享受更長壽健康的退休生活 婆婆媽媽們一字排開 在電視牆前面手舞足道 比賽看誰能點掉更多的泡泡 但要小心不要點到炸彈 不然會扣很多分數 體感遊戲玩法大伙玩得超認真 稍微流點汗 還同時鍛鍊手眼協調 全身都要動才會玩得高興 只要是要訓練那個肌耐力 讓身體活起來 可以選擇比較簡單式的 像說踏步或是揮手或是拍手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增加一些像全身性的 像說左右移動或是前進後退 不然就是可以做一些像認知 辨認顏色 辨認那個我們的物體是什麼 另一邊營養師正在進行衛教 民眾依序排隊進行問答測驗 如何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 並多補充鈣質和維生素D 就能有效避免骨質疏鬆 預防肌少症 那這個是一天一顆而已 因為它一顆就有800癌 就已經是我們一天的上限了 那維生素D它是屬於脂溶性的 攝取太多也沒有辦法說讓你吃越多越好 重陽節即將到來 台北市立關渡醫院特別在一樓大廳 舉辦健康房碟預防肌少症活動 邀請復健科及營養組團隊 讓長輩透過遊戲方式訓練肌肉和手眼協調 並培養健康的飲食及生活習慣 希望能讓長者享受更長受健康的退休生活 記者有想聽台北採訪報 餐飲宴是激爭相當激烈 業者是絞盡腦汁來開發新產品 希望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國內也有40業者找來必餅燈 明店攜手推出剝皮辣椒雞肉餐 還選用了杏鮑菇 枸杞等食材 連同雞汁飯一起來享用 秋冬來吃是暖腥又暖胃 成功心已到顧客來嘗鮮 打開錡脖子 陣陣剝皮辣椒香氣撲鼻 一口咬下 雞肉軟嫩多汁 還帶有微辣回甘口感 這是由素食業者 攜手必比登名店推出的聯名商品 原本就是排隊名店的顧客 也搶著要嘗鮮 醬汁啊 它有鎖在肉裡面 然後包含因為它這個裡面本身也有一些醬汁 所以就是光聞跟吃起來比 你單吃剝皮辣椒本身的那個香氣 還要再煮一點 素食業者採用溫控封烤技術 再加入名店獨家剝皮辣椒配方 完美鎖住湯汁 還搭配杏鮑菇 枸杞等食材 連同雞汁飯一起享用 秋冬來吃 暖腥又暖胃 剝皮辣椒雞的口感很嫩 然後吃起來也沒有就是辣椒那麼 平常吃的那麼辣 就是吃起來都很順口很甘甜 平常也喜歡吃紫包雞 然後難得有黏眠 又有不一樣的口味就是很想吃 剝皮辣椒微辣口感 讓不敢吃辣的民眾也能品嘗這道美味 素食業者研發台式料理 還特別與蟬聯六年的必比登名店合作 讓民眾隨時都能吃到獨家美味 搶供餐飲商機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 新聞的最後一起來關心各地 有什麼活動訊息也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